2015年,专注于新高考背景下三位一体,强积计划,综合评价等多元升学的一站式规划与指导,顺佳起源于辩论,在此次精英辩论赛提供技术服务,顺佳一直致力于将辩论技巧与多元升学相结合,拓展学生的视野,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升学生的沟通和思辨能力,帮助更多人认识并掌握辩论,提升综合能力, 为高考升学,强积,三一,宗品等校册赋赋能提分 我是本场主席莫莉,在此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正反双方以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正方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他们所持的立场是规划运动员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力大于弊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感谢正方便手的到来 本场的反方是来自同基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他们所持的立场是规划运动员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必大于力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同基大学反方一便 杨宁 反方二便 陈寅 反方三便 反家宁 反方四便 李高翔 同心同德 同周记 记人记事 记天下 代表同基大学 报告大家 马上好 同样感谢反方便手的到来 在认识双方便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 他们分别是复旦大学辩论队成员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冠军 上海杯全国中学生华语辩论锦标赛创办人 黄世杰先生 欢迎您 华语辩论世界杯年度最佳辩手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冠军 继全城最佳辩手谢宇先生 欢迎您 青少年辩论世界杯冠军教练 蒋小聪先生 欢迎您 感谢各位评委的到来 在比赛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为本次比赛的赛制做出说明 本赛制设置了一辩乘词 四辩质询另一方一辩 二辩乘词 二辩对辩 三辩质询另一方一二四辩 质询小节 自由辩论 总结乘词 共计七个环节 在比赛过程中有中场暂停环节 在自由辩论开始前 双方享有两分钟时间 教练在这个时间内可以进行中场指导 并且发动最多两名的换人调整 接下来我将对本场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时间剩余30秒时 会有提示铃声响起 当时间用尽时 提示铃声再次响起 此时变手必须终止发言 下面我宣布2024名校邀请赛小组循环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正方开篇立论环节 有请正方一面发言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好 ��出席伤机一----士 归话中员甚至运动员在出生国籍以外 听愿主动学着其他国家国籍 并代表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停下着行为 ith Gibbs 副 Lev For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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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感谢双方变手 下面为正方二变与反方二变对变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 时间各为一分三十秒 正方二变开始发言 有请 所以你们结局是为了我们刚才结智的那项麦 这个人提出来的问题 所以我接着问点 我不是他本身是腐败还是他有了规划才是腐败的 人家是体协副主席说 我作为一个体育官员 就像我们只要拿到了这个金牌 那我肯定选择短期的规划 而不选择长期的兴趣 你看 旗帜之下 大家让这个规划变成了一个 往这个贪污去的手段 你帮我看 所以华天贪污了 李凯尔贪污了 所以说刘氏兄弟也贪污了 贪污 只有足球贪污是不是有足球的问题 贪污这件事情不重要 我们说的是我选择规划走了这个捷径之后 就防止了真正的中国国籍上来的这些人 他们进一步去取得成功的这种可能性 来 你放告诉我 是这个 你放刚第二条楼点告诉我们说 这个运动人本身有商业价值 那他跟是不是我们国籍有什么 有关联吗 好你突然到这里贪污不重要 没关系 我补一份举证在这里 陈树莲的理解 他认罪书里面 他们自己明确讲了 他恰恰是因为有贪腐 他打压规划运动员是他自己认罪的 而不是说他提拔运动员 来我进入网上问你 你愿意 虽然讲什么事 我还天天好天天好 他本身的进一步带来了马术 从零到零 他自己在做积极的推动 他打压谁市场 来啊 这首先 那个时候马术08年的时候 他的关注度要高于16年拿成绩的关注度 你告诉我 是奥运的作用 冬奥也一样 是奥运的作用还是规划的作用 高于关注度你就取正在 我们现在看到16年拿成绩之后 麻痹长了 俱乐部也多了 样样多多了 少了的你都取正 不 08年的时候增量比16年多 第二件事情 16到24年冰雪产业 只有冬奥那一年的增量是一成高 到22年之后又回到了原来一样 所以是奥运的作用还是规划的作用 所以都在增量在这里面他增量尤其多 拿了成绩大家立开建议 后面也不是说开始减少的 只是增量没那么多了 华县08年回来说代表奥运的那一天 他第一次出来 有了最开始零到五从零到九的发展 很正常 对 所以你看 原先也一样 吴运的事情也重要 那个陈主席他自己之前也说 你看我现在有了这个更方便的方式 我就不选择去清训了 我们数据也看到每规划一个球员就会减少12%的浅松培养 您能觉得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规划的钱本身是俱乐部手里的足球 而且我在讲连这个陈树远和李铁他自己认罪书讲的是 他在打压规划 你告诉我他是依靠规划 你都取证在哪里 这是国家自己他工作的这个规划自己的字数哦 打压规划为什么还要规划呢 所以说是因为他打压了规划他不让规划上场 所以说这是国图本身的问题 对于国图这不合理的应用 也是李铁成绩本身 大家对他的一个质问 所以我接下来问你啊 你讲什么时候说他的脊站 所以说留少离子留少啊 俩人一个月工资几万两块钱 你看他这个就是大项里面的脊站 并且用规划去贪污 让这个足球行业没有办法有自己人的提升 小项里面不是这个规划的作用 而是奥运周期带的作用 我们本身也可以提升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 下面为正方二便陈词环节 时间为两分钟有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说先聊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要贪腐 我问你啊 华冰也规划 规划了刘少林刘少昂两个刘氏兄弟 今天我们别的项目 篮球也规划了李开尔 别人家样样都规划 样样都没问题 只有你到足球你这出问题 是足球的问题 还是规划本身制度的问题 很明显 我说直白点 中国足球本身就是 对吧 大家都懂得都懂 对吧 每次我们都说 留给国足的时间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脸都不要了 所以说本身是国足的问题 而且我也解释了 这个陈述员和李铁 他们自己认罪书讲了个事情 他本身就说 我们这里面对于国足本身 规划的不合理的使用 我们也看到 李铁是2022年年底进去的 我们转过来讲 二三年的两个成绩 我们聊一聊规划的蒋光泰 蒋光泰二三年之后 他踢了两场比赛 第一场踢卡塔尔的时候 卡塔尔在亚洲还是蛮强的 他拿了7.2分 在全场两边都最佳 2024年的时候 他踢巴基斯坦的时候 也拿了2.2分 踢了2比0 8.4分也拿了全场最佳 所以说李铁下去了之后 这国足 这个规划运动员 你有了合理的使用 成绩没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接着在聊 就是贪腐本身也是国足的问题 第二是你想聊项目本身的挤占 我今天问你好了 你聊项目 第一个事情 国足这些大的项目 它本身是俱乐部的一个商业行为 而且他们最多 李凯尔规划来了以后 国家没有花一分钱 它的100万美元全是个人的赞助商 他们来源于来源于广告费 同时这部分的广告费 在于国家的体育局里面 有不同项目有不同的规定 排球 篮球等 从抽成从10%到50% 你是要上交国家体育局 用于整队伍的发展的 同时你个人的代言 这也能带动整个国家队 对于整个队伍冠名的代言 所以说这部分 是改善了其他运动员的条件 也带来了更多项目 带来了更多的资金 挤占在了哪里 同时华天讲的那个例子说 08年既有奥运会 也有他个人拿成绩 所以说他峰值更高 我们看到16年的时候 别的没有只有他拿成绩 他有了一个小的峰值 那是两个峰值的叠加 所以说这个数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谢谢主席 我们从来没有说 规划球员本身没有用 这些规划运动员本身有用 就是因为有用 所以无论是足鞋也好 还是马术也好 还是冰雪也好 有了捷径之后 这些官员他们的动机 就已经不再是指示说 我要为了这个项目的提升 而是为了自己政绩的提升 我方一边老师说了 一块奥运金牌的作用 等于两块全运会金牌的作用 那他们规划的动机 如果向这个方面靠拢之后 我们发现足球 就是我每规划一个前锋 他就减少12%的轻训的前锋的数量 那么这样来说 对于整个体育运动的向后发展是不利的 第二件事情 他方说这个规划运动员本身 他们是用了这个赞助的费用 或者是这个俱乐部给他的钱 但是我方一边老告诉各位了 恰恰是因为国家可能会 就是叫做邪规划而中 就是这些俱乐部 就会拿着我规划这些人 然后让你有了这个成绩 然后去要 比如说恒大去要了这个地产 去要了这个 其他的这一些更加优秀的运动员 这件事情本身对于这个项目的发展不利 第三件事情我方看到的是 整个国家体育的发展 更加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去培养更加优秀的运动员 而他方说的这个优秀运动员价值的本身 其实那个运动员的价值 而不是规划过来的价值 古爱林就算不规划 他也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 他的亚洲和欧美人的两张的这个双重的身份 他也可以产生相应的价值 同样的许梦桃也拿到了冰雪的项目 可是他作为我们本土拿金牌的运动员 难道也像古爱林有这么高的商业价值吗 并没有 所以说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规划的作用 而是这个运动员本身的商业价值有够高 我们该做的是应该培养更多像刚刚网球夺冠的 郑庆文这样的中国本土出产的 具有商业价值的运动员 因为在我方看来 拿成绩这件事情不重要 我们的努力 我们自己国家培养自己国内国籍运动员 去获得这个成绩更重要 谢谢 好 依便 你说有商业价值就可以了 法国队在2018年夺冠的时候 他们俱乐部里面应该都是世界巨星吧 请问为什么中国的足球少年没有增多呢 世界巨星 中国增多 说法国他们世界被夺冠的时候 队伍里面不都是世界巨星 很有商业价值 为什么中国的足球少年没有增多 就是因为他们是法国的 谢谢 所以说应该规划 不然的话有商业价值也作用不到我们国家的青少年热情上面 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二变 你说我们国家的领导 急功近利 只想要在任期里面拿成绩 那我请问你 请问你 按你的态度 这样的领导 怎么 你方的才认为是怎么才能救中国足球 所以不应该急功近利 应该做长远的清训 建更多的场馆 然后刚刚那 你怎么劝领导呢 就是所以说 不应该以这种为金牌论的方式去评价吗 第一件事情就是别规划 好好去培养这个项目 你看连足球小将这种日本动画片 都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踢足球 所以对方说 那些贪污犯 别贪污就好了 我们也觉得 规划挺好的 贪污犯 别贪污就好了 一样能解决你方的问题 来四边我问你 一个领导不急功近利了 为什么不能短期利益 长期利益兼顾呢 很简单呀 你看啊 如果你今天为了长期利益 你五年修了个体育场 别人规划了十几块金牌 人家升的比你快 这叫官员晋升锦标赛 另外上一个问题 你也没有解释清楚 我方跟你讲的是 为什么他会急功近利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更多的理由 他要跟别人去比较这件事情 你不必告诉我 取消了规划之后 他可能用别的手段 同样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 你就算取消了他的这个拥枪权 他可能还用刀 但就代表着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 限制他的刀 限制他的枪吗 对 按你的态度 如果领导无法改变的话 好像也只有规划 才能够救中国足球 救中国体育 不然的话 清训你们觉得好 但是也搞不来 我期待你方怎么去劝输领导 来一边我继续 我方是倒逼他们 一边我问你 你们说我们规划球员之后 钱风少了 为啥呀 因为规划的钱 去放到他的培养当中 挤占了我们本身的精神 你有没有举证 规划不是专项拨款 而是挤占国家 这个关于某个项目的拨款经费 总博 一遍还是一遍 没有是吧 我给你举证吧 我们规划注意的时候 是国家专项拨款 它是属于我们国家 引进高水平运动员的拨款 而不是在某一个项目的分支里面 它是额外拨款 而不会挤占所谓的 每一个项目的兴许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二边我问你 你说我们规划了球员之后 拿了金牌 认同感降低 你有没有举证 我刚刚说的是 他拿金牌这件事情不要紧 因为运动员拿金牌这件事情要紧 刚刚我说的是 规划前锋U12的培养比例 下降了12% 是规划这个动作 挤占了我们培养这个动作 那行 我再回来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能再重复一下 为什么少了 因为我培养了这个前锋 就是我整个队伍 都是为了这个规划球员去训练的 那我这个前锋的 就因为你的这个规划的动作 导致了前锋培养的挤占了 这是哪一年的数据 U23前锋就是引进了 那个就是前锋运动员之后 对 那我觉得不合理 因为这个前锋退役之后 我们需要有别的位置的 这个同位置的别的人顶上 所以说我们仍然要依靠自己的情绪 去给他造血 那四边我问你 你有没有举证 我们靠规划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 认同感降低了 我不是跟你讲认同感降低了 我是大家会说 古爱玲牛不是中国滑雪牛 我们会说是詹青云厉害 不是你这个哈佛耶鲁厉害 否则你告诉我 谁不说迪耶鲁哈佛连最厉害 来来 厉害到哪里 您方快点告诉我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的厉害 就是体验在他能跟他们排到一起 所以说没有认同感 没有认同感降低你觉得 我方告诉你这件事 这件事情恰恰挫败了我们自信心 哈佛耶鲁这些人会被质疑是躺的 是跟他们一起混的 看到了吗 我没听到任何举证 来 一遍 为什么北京城市英雄 是一个外国球员马不理 这就是因为他本身有个人魅力 他这个球员作为他球员本身 他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从此还有一个高兴力都背后 谢谢 只要有个人魅力 有归属感 认同你的文化 虽然是规划球员 能够让你得到容易感的认同感 对方一遍我问你啊 您方一边说程序员在打压规划球员 一边程序员在任上开始搞规划 您方一遍告诉我是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规划 对 你看您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方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点按照您方所说的 按照您方的态度 为什么程序员想要贪污 程序员想要钱 所以说开了这么个口子 这是可能是按照您方论证 他是贪污 二边按照我方论证 我方问您方这样一件事 今天体育总局或者说所有的领导 他的晋升标准就是 谁拿金牌多谁就晋升 他会不会选择最方便的这条路 来让自己晋升 没问题吧 很简单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举刘国梁 他一开始我是乒乓球的主教练 后面我升到 升到可能是升到南平的主要链 后面平语中心主任 后面我升到可能整个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你这十几年甚至二十年 你都在这个集统的干 来打断一下 四边直面我的问题 今天我方看到是在全运会上 各个国家 各个省的体育总局 他就是会去争说 我的金牌更多 我就有更多的升年机会 是不是他们会想尽办法的拿金牌 这没问题吧 想尽办法拿金牌 为什么不能靠自己 对对可以到这里就可以了 他们会选择最方便的方式拿金牌 一边我问您 您方也觉得我今天规划球员就可以获得成绩 所以说他们会尽全力规划 而不是发展球员这种慢悠悠的方式 这没问题吧 因为除了现在 除了现在成绩 外来成绩也很重要 我方认为 不对对方便 您看这是按照你们刚刚推论的 今天成绩是他们的唯一考核指标 您方也认为 今天规划是拿成绩的最快路径 所以说领导们都会这么做 陈绪员也是这么说的 这会跟您讲 对方便有 第二件事我问您 二遍您告诉我 今天古爱玲拿了一枚金牌 对于中国滑雪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最直接在于 意味着我们今天雪剧卖的更多了 雪剧厂商可以更好的发展 第二个小孩以古爱玲为榜样 我也要成为中国的冠军 不不不 对方便有您讲 这个我们一会会跟你聊 您别急 您方就告诉我 今天古爱玲拿了金牌 对于中国滑雪对中国滑雪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卖雪剧不是中国滑雪 中国滑雪的后备军不是滑中国滑雪 好的好的对方便有可以了 到这里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 在对方便有看来 今天这块金牌不意味着 中国滑雪队的水平有任何的提升 就跟今天哈佛和耶鲁连队一样 四边我问您了 按照您方的例子 只要我今天可以让中国雪剧卖的更好就可以了 如果我今天使用兴奋剂或者用一些其他的路来获得金牌 您方是不是也支持 所以你方不否认我方的利好 第二件事情是 你方那个违背曲道德 对方便有您看 您方刚刚没有否认我的这件事 您方认为这件事对于我们最大的帮助 就是似乎我们拿了一块金牌大众参与了 那么我违背了曲道德做的这件事又怎么样呢 按照您方的论 谢谢 谢谢 重铸大功荣光 我背义不容辞 我就是从小的时候看郭航书的学长 所以说考验的时候选择来了大功 这个时候就像很多人 因为看到了庞颖学姐 詹青玉学姐 她们的魅影 所以说她选择要去那个有这个历史的 有这个底蕴的这个学校队 去选择发展那个学校辩论 同样你问我滑雪的金牌代表什么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那些刚走上滑雪场去学习滑雪的年轻人 那些小孩子 她们就说 我想要成为谷爱玲一样 为国争光 这对一代人的激励 难道还不是她对于这个项目的发展作用吗 来 同学 你今天一直在讲的是足球 清训的体战怎么办 我分两部分给你聊 第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根本就没有清训的冷门项目 那些原本就需要我们国家体育局 去给他们拨款的项目 如果你觉得 一个这样的冷门项目 只能靠自己的方式 只能靠国家去输雪的方式不断发展的话 我们觉得永远离不开大家长的一个孩子而已 可是我们觉得像马术 像滑雪这样的小型运动 小众运动 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拿到成绩 通过规划 然后引来流量 让大众发现 原来有这样一个运动 然后喜欢它 爱上它 这是我们说的 为什么在滑天拿到奥运第8的成绩之后 之前的我们马术上的马匹存量 逐年降低 而拿到大墙之后 开始逐年返升 而以及俱乐部的增速 在2016年前后有那么大的落差 这就是我们会发现 原来那些小众项目也可以靠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贡学 不需要依靠国家数学 这对体育产业来讲 难道不是一种发展吗 以及其次 你们现在讲的足球轻训问题 那我就很好奇了 你难道真的觉得 现在中国足球轻训的问题是没有轻训吗 不是 恰恰是因为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来学 北京足协的蜂蜜上就说了 现在轻训孩子在12岁的时候就退役了 其实足球在中国人眼中 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丢人的职业 如果不改善这一现状的话 你让家长怎么有勇气让孩子走一条路呢 你该解决一下 以上 今天对方备有最大的问题就是 做嘴子做得太开心了 根本不看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什么 今天在对方备有那里 今天所有的体育总统官员都是圣人 我生不生之不重要 我今天加不加心不重要 我今天能不能爬到更高位置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在他方看来所有的体育总统的官员 都是以中国体育发展作为最高要益 但是对方备有我方告诉您不是 陈续员怎么说的 陈续员说我今天党的这个二十大告诉我说 哎你要发展清训你要投入这种长期的东西 但是他和杜兆才国家体育副局长都觉得 这事太难了太慢了我要投入太长时间也不一定有回报 所以那我就押宝世界杯好了 押宝世界杯怎么做呢 陈续员自己说我规划一两个核心球员 是不是这事就解决了 所以说对于清训必然形成了挤占 陈方到最后都没有告诉我说为什么不许战 所以这点我收掉 陈方今天最后的利好退到了哪里呢 退到了说你看今天是不是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项目 两层反驳 第一层反驳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牺牲清训来达成陈方所谓这种 让一些人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话 那我方问您方了拿到成绩就可以 我是不是喝点兴奋剂如果没有被发现的话 您方认为这样子会更好呢 因为我清训也保住了 今天成绩也保住了 您方所谓的这个血区销量也能往上升 这是不是更好 这是第一层反驳 第二层反驳您方不停地告诉我说 你看有了谷爱玲州是不是今天的血区销量上升了 坦率地说我方认是 但是是为什么呢 真的是因为谷爱玲是规划运动员吗 谷爱玲背后的经济公司是谁 我来告诉大家 她签了世界第一的体育公司 她叫做卫美公司 这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体育造星 意味着今天如果造的不是谷爱玲 而造的是徐梦陶 或者我方再换过来说 今天谷爱玲没有了规划运动员这层身份 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优秀的中国人 就跟我们香港的基建选手姜文慧一样 个个都行 那么她造星的效果会远好于她是一个规划运动员 因为再也没有人会使得她说 你看你是一个两面人 所以说今天您放最后的利得也不归鉴于规划本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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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封 谢谢 없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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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至少要保住自己帽子吧 出了一个陈述员 你今天敢只搞规划 你别的都不搞 是不是也会被抓起来 而且我们今天讲 现在大家都有终身追责制 你不管刘国梁也好 这些体育官也好 你有几十年都在这个系统内继续升职 你今天 你银池卯梁 明年烂了 你咋办 特别好 规划合法 但问题就在于 它太合法了 它是一条合法的擦边球的一个捷径 你看我规划了 为了我政绩 把你规划进来 那好像也能取得好处 你凭什么指责我 是不是这条合法的渠道特别好用 我就更想用了呢 所以两手抓 两手都要用 国家的这个体育总局的发布的文面 就是讲 在位置缺人地方引用 两步并进 如果你违背国家政策 也有终身追责制 陈述员不也被抓进去了吗 你看了 这里我们在聊合法 为啥抓 为啥抓人家用这种手段 如果 如果用你的角度 我同时也要搞情绪 那别人不搞 别人拿了十几块新牌 我五年修了俩体育场 结果 我这个果实 让我下一个这个继任者摘了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没有动机两手都要抓 而是只搞情 这个规划更好 滑雪的规划没问题 马术的规划没问题 冰球的规划没问题 那按你态度 我就算认了足球有问题 那是不是 规划体育是中国体育的一枚药 只是不适用于制足球 可不可以争 不是 对方没有 各个项目都有问题 我告诉您的是 您放的这个东西 挤占了滑雪青少年的空间 挤占了这些人上场的机会 对方被我问您这样一件事 您放给我谈小众项目 您告诉我 橄榄球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在打 为什么我们今天 还是要花两千万的巨资 不修橄榄球场 反倒去引进了 十几个斐机队员 您放告诉我 你现在说的少 但是比原来有没有多 这件事情你没有举证 我没查 但是我们不拿这个论证 那我问你 你在讲的是 挤占了机会 那我就很好奇了 冰球规划运动员 带着那些原来我们本土球员 从原来的一组 升到了甲组比赛 是不是赛事提高了 虽然资源 战术地位降低 但是比赛这个强度提高了 是不是也能锻炼人呀 指出一个常识问题 规划运动员 代表国家参战的是少数 大概一年打五六场比赛 大部分在俱乐部代表比赛 他不需要规划 不需要花这个钱 他作为外援都可以做 所以您放的好处 完全不需要花这个钱 百分之九十的比赛 五十多场在俱乐部打 所以还是没有回答 我方橄榄球的问题 今天橄榄球场都没有 我先花四千万 去买几个球员 意义何在 第一件事情 没有 就算有球场 现在我们的橄榄球 人口有多少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按你的态度 双刀逻辑 我们只需要让球员 在俱乐部联赛的时候 能够锻炼就好了 国家队就这几场 不锻炼不锻炼了 取得成绩 让国民有热情就够了 来同学 你讲的是 谷爱玲是造型运动的产物 我问你 谷爱玲本来就在美国 是全国冠军 受全美的欢迎 她为什么要放弃美国 背叛美国 来中国 被中国争光 解释 对 您方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我方问您说 今天橄榄球场都没有 您方规划了二十几个运动员 我方也没有看到 橄榄球出啥成绩 您方的这个力德 究竟在哪里 您告诉我们 就在这个例子里 所以说第一个 谷爱玲 意思我们讲 大家更多热情 想去投身 想成为谷爱一 谷爱二 所以说第二次 我们讲美兴难乱的一个运动员 他国外之后 他回来之后 也会被认为成为 北京的城市英雄 所以只要你在这里面 做出了成绩 七八十年前 我们能认可 白区国人能认可马海德 在你看来 今天中国连七八十年前都不如 连一个外界运动员 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英雄 我们都容不下他 如果谷爱玲的作用 真的是 好处是他规划带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规划 那个徐孟陶呢 假设他是一个外国人 你觉得把他规划进来 有没有敢跟谷爱玲 去比拼个人魅力的机会 那我问你 如果没有谷爱玲 谁顶谷爱玲 你讲一讲 本土球员谁能顶 我方明着告诉您 苏玉明可以 徐孟陶也可以 苏玉明拿一金一银 徐孟陶拿一金一银 您方就看成绩 您方告诉 难道我们今天 真的就只差这一块金牌 中国人就不喜欢这两个人了吗 苏玉明拿的是 苏玉明和徐孟陶拿的是 古埃玲的那两金一银吗 两金一银是只有 古埃玲拿到了 我进一步 你方的 我到时候听懂了 你方觉得规划是恶门的影子 可是约旦靠着规划 那个约旦科比拿到了 亚运会的亚军 实际上它历史的突破 你告诉我 约旦的体系 关键体系也会腐化 特别好 我们规划了博尔特 我们成绩有突破 可是你根本看不到苏炳天 所以你觉得 是不是在 我教练在苏炳天和博尔特 做选择 我选择博尔特 是不是在怀疑 我们自己中国人 也有机会走上那个舞台 走上那个领奖台 跟其他菩萨人一起竞争 首先第一件事情 马术从无到有 挤占在哪了 对方背 有马术的挤占 就在于 今天官员会选择这种方式 去让马术获得金牌 而不是自己发展 自己的运动员 对方背 有刚刚那个例子 您方非要看金牌 我问您 今天我把博尔特规划来 他可以拿世界第一 但是今天的苏炳天 可能拼尽全力 只有世界第八 是您 您选哪一个 所以说马术队 现在除了华天 还有三个国产本土的运动员 陪华天一起征战 他们以华天为偶像 你快快告诉我 其他的人 越来越规划 规划在哪里了 是对方背 有您方已经开始 不回答我的问题 华天这个例子 我方就可以认 我方这样子 我方明着告诉您说 我方可以承认 您方所谓的 规划一些优秀的 有个人魅力的运动员 是可以提升一定的 国民参与度的 我方真的能认下来 但是您方敢不敢认 今天博尔特和苏秉年之间 您方要选博尔特 是不是有马龙了 就没有张继科了 对方背 我最后一轮问了 博尔特跟今天的苏玉明 究竟您选谁 是不是有马龙了 就没有张继科了 回答我的问题 来对方背 我就回答你一个问题 马龙和张继科 都是我们中国培养的运动员 无论谁夺冠 都是中国乒乓球水平代表 我的问题该您回答了 你几站 不是你在逃问题 我们聊的是几站 那如果按的逻辑 有马龙了 张继科的机会被挤占了 张继科也起不来了 是不是这样 我坦白讲 谁不诚客能看到 您方华天 我方陪您聊了 马龙我也跟你说了 他们俩水平差不多 而且马龙自己说了 如果我一直打到40岁 那真的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悲哀 您方不知道说多少遍回答你 您真的不敢回答这个题 没关系 我知道你这里不敢说 因为你也知道在这里 中国的体育自信心受到了挫败 我换个例子 巴勒斯坦的运动员 站到今天这个舞台上 他一块奖牌没有拿都是成功 但这个时候你说 我把巴勒斯坦运动员的钱 全拿来拿一块金牌 你觉得对他们那时候有意义吗 来 第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讲是 两个之间为什么会有种冲突 只能培养波尔特一个吗 而波尔特来 他本身能够给 同时能够第一步提高苏敏天的成绩 以李凯尔为例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报道讲的 真的是 李凯尔独有的优势是 他曾在场上和多支球队主力圈 有过交手记录 这样的经验 是光彩比赛录像能手的 无法实践的 他同时会带来额外记录 让你的中国的苏敏天也更强 同时也有了波尔特 对方没有 俱乐部也能实现您方的功能 我方告诉您 中超一年三十几场比赛 加一起五十场 您方的国家队只有五场 所以说离开 波尔特例子我们截掉 今天如果按照您方的成绩之上论 我们选择了波尔特 今天苏敏天没有上场 带来是什么 带来是我们也认为 一百米的项目 黑人就是比黄种人强 黄种人就是进不了决赛 您告诉我 这是体育精神的发展 对不对 不是 如果按你的逻辑 现在苏敏天也有队友 他们也比不过苏敏天 所以苏敏天也挤占了他们 苏敏天这样一个巨星的存在 就挤占了我们中国田径的发展和未来 你这个什么逻辑啊 那同学我问你 你们一直希望于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 请问年轻人现在 如果不愿意走体育这条路 你怎么办 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苏敏天他们是叫良性竞争科 博尔特根本你不是中国人的体系 你培养出来的 明明都知道你是走捷径 我们真的会觉得 马龙跟张继克的竞争叫走捷径吗 不要混淆概念 你方知不知道 潘展乐当时被质疑 中国人在100米 根本跑不过白人 他一直想要出货的 不就是民族自信的这块主意吗 第一个 他带来了先进经验 俩人并不真是恶性竞争 比如华天来了中国以后 他没有占中国本有的 那个奥运会的名额 他自己成形能拿到额外的名额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马步里 他能够被北京视为承重英雄 数百万的球迷给马步里立项 你今天截变一定要告诉我 老北京人失去自争心了 姚明 两米多 你这按你态度 他和别人也是恶性竞争 好 回到最开始 我们聊比较标准的地方 对方同学其实也承认 如果民方锁的成绩也好 大众体育的发展也好 它的底线在于哪里 第一个 不能牺牲我们中国体育的成练法家 第二个 不能突破规则 所以坦白讲 论出来 我方觉得至少在我方这要论下 比民方所解决的更是根源性的问题 但没关系 我们先看这种问题 你自己的论能不能立得住 你第一件事情告诉我 好可以提升比赛的经验 那我请问了 我们讲了很多中国足球队的例子 告诉你真正积累的经验 跟他们交流的机会 都是在俱乐部 你没有必要多花钱 让他们就打那四五场比赛来积累经验 第二件事情 你就告诉我 那好 那总能弥补成绩的空白吧 这里我也告诉你 这个成绩的空白 除了象征博尔特强 古埃林强 它不象征这任何的东西 好 这里你告诉我 那它至少可以带动我们的其他人 这就是民方目前的唯一一点好 就是在那仅仅 可能少数的几场比赛中 带动所谓的我们的几个运动员 可是各位 当你带动那几个所谓的运动员 你有没有想到 你挤占了更多谁的机会 就是我刚刚一直自由变追寻的这个例子 博尔特到底什么情况带动苏炳天 你有没有意识到 当苏炳天都没有机会走上奥运会 这个时候他们场下的交流 和今天苏炳天站上奥运会 来证明华人的机会 到底何者更重要 这里你是缺少一种比较的 你只告诉我一些 虚无缥缈的交流 最后一件事情 您方还剩下一点好处 是告诉我 今天你看古埃林在雪剧上有提升 这个例子我方前面讲 它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掉下来 其次 如果只是带来雪剧成绩上提升 它跟中国体育整体的发展没关系 好 然后回到我方 对方同学对我 薛若做了两层 第一层 他说你看 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中国的 好像我们最开始陈讯员 他是不想用规划的 我告诉你是这样 陈讯员曾提过他不想用规划 但后面他发现规划 对于他的晋升有帮助 他用了规划 所以其实我方核心关注的 不是体育反腐 而是官员晋升的锦标赛的这种机制 这种机制改不了 那么规划就多了一种手段 这你进一步之一是 我也给你做了类比 不让用枪也可能用刀 但不代表进枪不好 这里我们觉得至少 我给他封此一条路 就会倒逼他至少更选择 更长效的一种方法 我方的回应 第二件事情是我方觉得 对于何谓民族精神 其实我觉得前面比赛 很多时候打得不够清楚 我方讲得很清楚 民族精神在于你的自强自豪自信 天行剑君子以自强不息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希望中国人的体育发展 一直是很坎坷的 我们圣火被抢 我们的单刀父会去奥运 我们被各种外国人质疑 你游不了一百米的自由 你的跑就是跑过黑人 我们是在不断打破偏见的过程 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体育的官员 他选择直接在国外买一个选手 他也不相信我们愿意 可以花剩下几十年时间 去培养一个优秀的选手 可能这个选手 真的就不如你这个博尔特强 但是他的成绩的提升 不也说明中国人 在即便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他没有放弃自我吗 这点东西在民族看来 好像根本不重要 民族一直讲相互带动 可是各位 如果一个规划运动员 做的不是相互带动 而是让你今天运动员 失去了更多的机会 就像中国的足球一样 彻底躺平的话 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民族的自信心 谢谢 感谢主持人 一个部分 关于运动员到底要不要 通过我们规划一些球员 带领我们的国家队 取得更好成绩 去打更高级别的赛 刚才即便的态度是 其实我们的中超 自己的俱乐部联赛就够了 为什么我们CBA的球员都盼望了说 能够去NBA征战学习是最好的 周期在CBA能做老大 都要去NBA征战做一个板凳球员 都希望在那边带更久 为什么 就是高水平联赛 对于一个球员 哪怕只有几场 你和更高水平的运动员 一起背赛 一起打那种对抗赛 一起学习他的先进的训练经验 都是你在普通的俱乐部里 没有办法获得的一场顶 那个一场顶顶的俱乐部实场 这是我方觉得规划运动员 带领我们获得更高成绩 到更高级别联赛 是更好的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对方讲那个比较 说苏平天和博尔特 你只能选一个 首先决赛 我没计算的话 一个国家可以进多个 进两三个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成绩够好 所以博尔特和苏平天 为什么不能同时进 所以第二件事情 对方到自由变退到了 因为他不是我们体系 培养出来的人 可是同学 就在今年巴黎奥委会 日本规划 那个白人大中风 他绝对不是日本自己培养的 他是在欧洲 还是美国的联赛 培养起来的 他也不是日本体系 培养出来的 可是当他带领着日本 能够把法国 世界亚军 法国逼到绝境的时候 日本国民都说 这个人是我们的英雄 所以培养体系不一样 哪怕是博尔特 为我们争论光荣 我们依然会让他感到自豪 然后第二部分 对方民自信完全不成立 然后最后一部分 我总算听懂对方想讲什么 坦白讲 前两个没有听到 对方的标准 后我听懂了 刚才讲的是规划 其实对于在我们这个 官员所谓的锦标赛的体制之中 规划是一个毒药 是一个影子 它会勾引出 你的恶念 官员的恶念 所以他觉得官员会变恶 可是在你这标准下 到底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比如说 在其他政治层面也是一样 所以当年的 地方的领导 他都会追求房地产开发 风光房地产开发 以至于那么多烂尾楼 可是我们开始整治烂尾楼之后 有得了改善吗 没有 同学 他们在你的水费 电费来增加 换言之 锦标赛勾 是锦标赛勾引出来了 他们的恶念 而不是规划运动员 所以坦白讲 在对方的视角下 只有一条路能够救中国 那就是把所有的官员都废掉 像周元璋一样 你敢贪污一个子 我就卖沙粒 可是现实吗 无现实的 我们永远承认 那些官员都是有限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把华天规划过来 我发现可以通过来 让本地的商人 和他一起合作 推动我们马术发展 光源在熊 也可以起到 那个联合机的作用 所以我们也有 我们自己的建压制度 那个陈里两个人 不就因为贪腐进去了 所以到最后 这种其实始终没有解决 我方提到的 规划运动员带我们夺冠之后 可以引燃我们的全民参与运动的热情 也可以带动相关体育产业的发展 这些才是我们体育能够长远发展的 而不是对方通过武兵说 你发展不了 你也发展不了 总结印象票 正方一票 反方两票 接下来进行评委点评环节 有请黄世觉评委进行数票 喂 大家好 我的印象票在正方 我的分数票目前 大概应该会在反方那边 我先大概讲一下 我觉得今天在很多的 关于例子的诠释也好 关于推论 关于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临场反应 反方都是会比正方来的要好一些 比如说在同样讲一个例子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会觉得说 正方其实已经某种深度上要回应了 但是你们或者说 你们其实是已经有答案的 或者在一遍或者在二遍三遍四遍 你们其中一个 其实就是有回答反方 讲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了 但你们总是 你们总是会就在被问的时候 总是答不上 就是总是在交通的时候 总是会回答不出那个问题 就我也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 当然归咎起来 我会觉得说可能你们的一些技巧 还是一些关于交通回应 可能稍微不太成熟 当然最后我会把我的这个印象 就是最后在投票的时候 我会看回这个题目 说到底是利大利 还是低大利 我会把这个印象 所以也仅仅只是印象 归咎给正方式 我其实是在现实当中 我蛮难去相信说 反方今天所刻画的这些东西 它怎么样被照进现实 比如说反方今天所讲的 这个关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领导 官员的这个金牌几标载 它怎么样去导致出 大家都会有这个规划竞赛 就从金牌竞赛到规划竞赛 再到反方今天所提出来很多什么 我要不要规划博尔特 这样的一个现状 我很难去想象说 现实当中真的会有领导 会用这个会脑子 脑子直成这个样子吗 规划就有金牌 那我就拼命的去规划 就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难的工程 就规划 首先你要这个领导看得上你 但你要看得上 这个中国这个国籍 然后在多方的鞋子里 你才可能在完成这个 这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再加上到底为什么 这个轻讯和这个轻讯和这个 规划到底为什么 它不能够两手 就算哪怕我规划了 或者为什么就没有了 只要苏林家他足够 他还是足够好 不够齐的话 为什么我不能够 让他们两个同时存在呢 这个正方到后面 是比较有解释到 是后面比较有解释到 所以至少在印象当中 我会觉得说 反方今天虽然花了很大的篇幅 去告诉我 规划可能会导致的 在领导层面 在行政层面上 它是可能会成为懒人的遮殖部 可以成为不作为的借口等等 但是到底为什么 它和这些正面的 和这些连接的 或者说制度上的 它是冲突的呢 我觉得从现实当中 我蛮难去想象说 到底正方这个东西 是怎么样去说成立的 就除了在厂商当中 这种所谓的厂商 就是我很难想象 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成立的 我唯一可以完全认可 反方所说的一个东西 就是其实正方今天很多的考处 外援制度它也可以多了 也就是说其实规划和外援 它唯一的差别 就是国籍到底会不会选择 就是你中国人民非常认可马力 中国人民非常认可国外力 但如果他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作为一个 他只是作为一个外援 来参加中国的这个战事的话 那当然同样也会使用它 但是规划它就会一样的 从规划上 它就一定会牵扯到 反方今天所讲的一个什么呢 国籍的问题 那也会牵扯到 关于这种国家领导安排 等等等等的这一些问题 所以说其实反方今天 所讲的这些避害 它是蛮根属的 它其实是根属于规划政策以下 我们导致的这些问题 而其实你讲的这些 什么提升国民度 提升这个 其实我们说MBA 提升中国篮球的热度 比起CBA股格 其实感觉应该不将上下吧 对吧 或者说我们说来 甚至可能MBA更好一些 那在国籍的 在国家问题上 尤其中国它这个特色 关于国家赛事上 它还是用举国体制的 来做这个来进行的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反方如果说到这个份 能够证明说 至少我们在说明 它的这个避害 是完全分属国家土盘 或者这个所谓的规划制度 国家政策 那的确我们在执行这个 要谨慎一些 那你说的这些好处 外援可以多多以上 可以花很多的钱 请外援过来 或者说怎么样 而只要有利可图 我们就能做 但是到颁发国籍了 到这个如果说可能 侵害我们本土的一些东西 那个时候可能会不幸 因为它有可能牵扯到我们一个比较 比较比较不重的心境上 对对对对对对 OK好那可是我感觉反方在特朗比较目准 反方比较多的是一直在重复 深怕我不相信说这个揽队和这个不怕指数是紧密关联的 但是我感觉至少在我这里是比较没有成功 所以说在印象上我会给到这个正法 但是在很多这个技巧和方上 至少在分数展现上 我还是会比较倾向反的 那最后一张票呢 我大概 我可能在稍微认好 目前我想一下 我们会给到 所以会到正法的一个目的 大概看得到 至少正法 是有在正面的一些事情 OK好那以上说两分谢谢 感谢黄世爵评委的分享 谢谢您 接下来有请谢宇评委进行数票 好各位好 我的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我的决胜票投给了正方 环境票没看 有可能是平方 我来讲一下最终就是权重比较重的一票 为什么投给正方 我觉得反方整体的论证思路还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它符合 就是很多时候这个 指导体育的行政官员 他的一个思路 最主要选择一个比较快速能出成竞 包括为什么规划股外景 加盟口奥运会嘛 对吧 冬奥那肯定是金牌多一点比较好 一个保险 它实力在那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 比如奥运周期或者大赛周期 在这周期里我们要做一些事 虽然可能之后就 大家觉得好像黄瀑了 但是无所谓 就像那个就是冰球啊 或者那些 所以我们就可以为这个周期做一些大手 因为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目标达成 但是反方在推进这个论的时候呢 我认为遇到了 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在不同的项目里面 它的那个多快好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正方讲的 那我为什么这个没有出对 而且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来说的话 就是同样采用规划 它带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反方就是这个官员本身 选择了规划这条道路 来解决自己的政绩问题 其实并不能构成这件事本身是必要的 必须要这件事情带来的一个伤害 而这个伤害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不一样 有的能落实有的落不实 比如反方讲足写的那个我觉得就很典型 对吧 他搞就是为了那个规划嘛 就是我们足写又没钱那怎么办呢 就是俱乐部出钱 那俱乐部出钱 我又不能白出 大家就开始利益驱动 这个现在就是受审之后 摊在明面上的事情 很正常 他不正常 但是就是这个逻辑是准确的 但是在其他的项目中 是否还会形成一样的方式 不一定 比如说就像典型的 在规划有些其他运动员的时候 首先并没有赤具 有一点双向温乎的活着 那在结果上呢 也并不全向那个国度那么拉 所以他为了半天就还没成功 而且一般来说 他想选捷径 其实都是为了成功 那个成绩那块 往往就容易达到的 那有一些呢 其实确实带来了一些发展 那你说有短期的效益 有一些还带来一些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 就是要落在这层伤害的时候 不同的项目里面 这些情况不一样 所以伤害不太能落实 因为反方就是要落 比如说挤占了 要不就是说清训 要不就是说民主 除了在国土那里面 但是那个又 正方又讲说 其实跟那个规划没太大关系 本来他也没有形式搞这些东西 他就不存在一个天然 本来怎么样的情况 他就说我会端用别的 然后反方意思就是说 那我不管 反正我把这个录取 但其实他 像以前没有规划之前 以前那些 就是我刚刚的问题 他就是有很多路可以走 所以我觉得反方 最终落这个的时候 是没有成功的 然后最后的时候 反方想讲 就是挤占名额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反方 选这个例子不好 就是反方意思就是 如果规划波尔特 还会让 就每天还有机会 首先就是 他就是可以自己跑出来 大家都是靠积分 或者靠我们看那个 去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例子很怪 很难想象会 在短跑之后 规划波尔特 就是在这个项目里面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 现在就是反方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一个理由 哪怕他只能靠 靠第八 哪怕只能去 砸或者是 就是因为这个 他是个人想 很有这种感觉 就是滑天那种就是 你感觉他还是咱自己 就是这种 但是波尔特那个就是 虽然这场正方媒体 但是这背后底层逻辑 就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 他会考虑 很迅速 如果就真的规划他 不让那个 就每天上的话就很乱 所以这个你说的 反方在形式逻辑上 大家有交光 但是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能落实的政策 而且正方也去接了 正方接法就是 他说那大家其实都行 不是因为规划 你他就没接受 你跑转你也一样有 现在很多预计项目 确实在是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的 能体上有一个倾向 是赔胜投稿投稿 他这个分析 相对来说要分析 上时就非常辛苦 感谢谢与评委的分享 谢谢您 接下来有请蒋小聪评委 进行数票 尝试过 我们说一下我投票的原因 我把主席 我应该是把印象票 我有没有写错 我先说一下 我只可能存在写错 我意见很坚定 我应该是把印象票 都投给了反方 对 那我就没有写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想和北大那场 对别起来讲 这一场是反方 在我看来 我说在我看来 最最接近要赢的那一场 最最接近的那一场 但是为什么出了问题呢 首先是 我在之前就讲过 我们要看对几方论证的完成度 北大是抛弃 跳出了那个盒子 然后开出了一个 和我们往常不太一样的论 里面也开出了一个 跳出盒子 开出了另外一个论 但是这个论存在一个问题 刚才其实两位评委都讲了 差闭环 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 我先开两方的论 两方的论的判准都是 这个 不 这个正方的论的判准是什么呢 就是看对弱项有多少提升 看我们是否提升了 全民的对本项目的参与度 差不多是这个判准吧 你方自己讲的 然后反方的判准讲的是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 官员的这个竞升的锦标赛 用了这样一个词 这个风气有没有被杀住 这是我猜的 因为我没有听到明确的判准 这个就是我最后最好奇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一个判准 这是我对反方最好奇的地方 一直这个好奇一直持续到了截变 我最后下定论 我没有办法科学和理性的 把这一票投给 我很想投的反方 为什么 直到截变的时候 反方跟我在重复了一遍 几方的逻辑叫做 我们国家现在现存一个东西 叫竞升锦标赛 这个锦标赛一定能推出一个结果 叫做用规划运动员作为捷径 去满足金牌的政绩 我没有理解错吧 然后呢 你给了一个结论就是 为就叫什么 竞升锦标赛最大恶极啊 没了 没有冤枉吧 对吧 没有冤枉你们吧 好 你哪怕再往下推一步 就推一步 胡说八道都可以 胡说八道是什么的 这个最大恶极的竞升锦标赛 伤了我们国家体育的本 因为我们国家官员 对于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 有较大的指导作用 毕毕在这了 他毕在那个根 你就胡说八道 我这个都不一定成立 你明白为什么 但你只要加了 你的利润都毕还 他毕不上 我确实认不了 好 我们再来说正方 正方的几位同学 我特别认真的跟大家讲 你们就在我这里啊 今天拿到票 拿到极端的侥幸 为什么极端的侥幸呢 我们来看你们开出来的论 开出来的论是说 古滑胀的运动员填补了空白 提升了成绩 于是乎必然能导致我们参与度的上升 因为热度起来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论 然后说可以带来经验 可以带来技术 然后说这个成绩是有利于提升 包括但不限于消费的 某些特殊的消费项 然后参与这个运动的总人口 和广泛的这个关注度 对吧 开出来的论战场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本方今天整个论证的过程 对自己的论完成了怎么样 我们先来说参与度的问题 来 在参与度这个问题的讨论上 全程都未给我的是结论 没有论证的过程 言之琢琢 也符合我的新政 确实符合我的新政 虽然我不能引入新政 但在我看来是缺少论证过程的 就是中间差一个论证告诉我 为什么这些规划运动员 拿到了奖牌 拿到了金牌 拿到了成绩 必然百分百导致我们国家 某项运动的关注度 或参与度 或整体竞技运动水平的上升 反倒是反方在这一点上 攻击了你们 用冰球和滑雪 雪上项目的这个例子 攻击了你们 你方的这个所谓热度的上升 是临时的 因为第二年又掉下去了 不回应了 你不回应了 这样这个很好回应嘛 然后回应回应 那你就直接简单 哪怕说一句 你看啊 国爱林现在这个热度掉了吗 没掉 华天热度掉了吗 没掉 你方举出说冰雪例子的 冰雪运动这个销量掉了 销量掉了 不等于热度掉了 就就就就很好 但不回应了 所以我方 我我认为啊 参与度这边 其实是正成了半边 所以我只认可 你正成了一半 但正成了一半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说 能带来经验 能带来技术 能带来交流 对吧 这一点全程 是有比较好的论证的 所以我认为 你方这个战场 赞助了 所以赞助了1.5个嘛 然后我们再来看反方 其实反方的利润 开出这样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我盲拆 我现在是你方的论证 你给我的感受就是 我现在就盲拆 盲拆什么事 我盲拆这里面 一定有PY交易 有PY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在权力寻租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腐败高发在那些 环节过多且不透明的地方 但这些都是盲拆 甚至没有主动立正 所以你看我这个立场 这个战场 我没有办法算你正诚 然后你又跟我讲说 唯成绩论和唯金牌论 这件事情 是因为官员 叫什么 官员晋升指标赛 刚才我解释过了 这个论点没有 我超越爱这个论点 但不必还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算你认 最后又讲了 所有人都会讲的 这个关注度和认同度 我恰恰认为这几天的比赛当中 正正同度这件事情 正关注度这件事情 你们是比较接近成功的 奈何对面有一个神来之笔 神来之笔讲什么了呢 他讲了马布里 明白为什么 就朴素的感情上 我不太方便去抹杀马布里 对北京市也好 对篮球这件事情也好的贡献 所以这件例子上 你方的论证有效 但他方的例子 对你方的论证削弱力极强 所以我客观的认为什么呢 你们正成了一半 所以你看 现在是成了一个 完整的成了一个战场 然后开出来 你们还有一个东西 是班场开出来的 班场开出来一个东西 是什么呢 说古爱玲的价值 应不因为规划 它都有极强的热度 这个热度是自带的 那你看 这个战术安排就出了问题 你半场开出来这个东西 对于你几方利论的辅助完成度 在哪里 你后续要给一个说明的过程 这个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进攻的手段 我认为你这次进攻得分了 攻得很好 对几方论证 可能是因为我判准的问题 我是要看对几方利论的完成度 所以这个半场开出来的东西 作为进攻手段很棒 但我不认为对于几方利论的捍卫有帮助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 就从我的判准讲 不知道其他判准怎么样 其他品牌 我个人认为 虽然是侥幸的 但大家理工可能比这边多论出了一个立场 这边是1.5 这边是1.5 OK 继续 谢谢 我代表主办方与双方变手 感谢评委们的精彩点评 下面有请评委投出决选票 请工作人员向评委收取分表 比赛结果已出炉 先公布比赛最佳变手 由于三位评委选择不一 本场比赛没有最佳变手 下面我将为大家公布分数票结果 黄世杰评委投给了反方 谢语评委给出了平票 蒋小聪评委投给了正方 总结分数票 正方1.5票 反方1.5票 接下来请允许我公布决选票结果 黄世杰评委投给了正方 谢语评委投给了正方 蒋小聪评委投给了正方 总结决选票 正方3票 反方0票 总结本场比赛 正方5.5票 反方3.5票 正方获胜 恭喜正方 同样也感谢反方变手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本场比赛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到来 两个都开心的结束 没错